汽车在中国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由于其受欢迎程度太高 许多城市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交通拥堵 而燃料价格的上涨和停车难 则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愈演愈烈 对很多人来说 大是一种成功的象征 从大企业 大房子 到大的汽车 但是今天我们要谈谈城市车 一种心理念的小型汽车 在这周节目中 我们将向大家展示 小型车也有让人吃惊的大能量 那么对于具有高品质生活的人而言 小型汽车是否也适用于他们呢 在20世纪的60年代 经典迷你汽车 以及是小型的菲亚特500汽车 应运而生 那么他们也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小型车概念 而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 著名的手表公司Swatch 和梅塞德斯奔驰公司一起 提出了全新的小型城市汽车概念 那么发展到现在呢 就成为了众所周知的Smart汽车 那么小型汽车是否就真的不如大型汽车呢 在今天我会带领各位去体验和感受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小型城市概念 你好 欢迎欢迎我们的Smart感情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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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走 一走进Smart汽车销售中心 扑面而来的斑蓝色彩 立刻吸引了我们的眼球 那一辆辆外形精致可爱 小巧玲珑的Smart汽车正列队欢迎着我们 这立刻让我闻到了都市的时尚气息 以及年轻动感的张扬个性 这一下子激起了我和Sugas 对于这种小型汽车的好奇心 哎 这个车非常特别 又小又精致 那这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小型城市概念车 那Richard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Smart会成为一种 比较实用的小型城市概念车呢 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在城市中生存空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对 我知道 对 那对Smart来说 它的一个车长就决定了它所使用的空间 这么小 有办法挺进去吗 我给你展示一下传说中的直角挺车 看好了啊 哇 好棒哦 真的可以哎 怎么样 小车也有小车的好处吧 对 Ken 各位观众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Ken 你那儿还有行李吗 我这儿可能还能再装一点 I don't believe it Yeah 那其实现在呢 我可以回答我们节目最初所提出的问题 像这样的小型城市汽车 非常适合于我们 它们美观而且呢经济实惠 另外呢从它们的空间来看 它们给我们提供非常大的摆放行李的位置 另外呢可以给我们提供很舒服的乘坐空间 那么当然它们减小了汽车的体积 但却没有降低我们的生活品质 感谢您的这一段时间 感谢观看